大家好,欢迎收看九品电影 今天小秀给大家介绍一部校园青春热血电影 热血高校2 影片讲述了一群长毛同学与一群光头同学 争夺校园区扛把子的故事 其中长毛同学的学校叫做凌兰高校 光头同学的高校叫做凤仙高校 两个学校都是流氓学校 只有打架没有学习 一开始就是一群光头来到了长毛同学的地盘 大哥龙骨猿顿时不高兴了 对着光头中的一个小喽啰就是一拳 这一拳看似很简单 但这也引起了两个学校的纷争 回到学校后光头大哥小胡子吩咐下面的小弟 向长毛学校开战 要多去拜访他们 很快光头们就凭借着以多打少的战术 去寻找那些落单的长毛同学 这边打篮球的长毛辫子哥被打得鼻青脸肿 借火的大头哥遭到光头毒打 刀拔哥被一群光头深入了解 长毛大哥袁智大雄也很快地意识到这个情况 光头群凹长毛同学的行为 也正式拉开林兰与凤仙两个学校争夺扛把子的序幕 这天喝醉的袁智在街上遇见了小胡子 小胡子还帮袁智点了支烟 这是袁智第一次见到光头老大小胡子 但袁智却不知道小胡子的身份 要一天一群光头仔放火烧了林兰高校的体育馆 这个行为简直就是在太碎头上动吐 咕谁谁也忍不下这口气 旁边的大八哥马上立刻不高兴了 大八哥说 走一起去灭了这些小徒驴 但一向喜欢当大哥的袁智给拒绝了 还与小白领产生了争执 这天袁智带着大八哥和三个小喽啰 在巷口跟小胡子及若干光头小喽啰照了个面 然后两边就约定明天奉仙大操场 我们干一家 谁赢了 谁就是这个地区高校的大哥 回到学校后 袁智通过广播跟底下的众小弟说 明天我们一起去干发那些光头突驴 第二天长毛同学在整合自己队伍的时候 袁智却说所有的小组解散 袁智一个人离去了 而这边袁智边走边扎起自己的小辫子 一个人来到了奉仙高校大操场 因为这场打架是因为袁智刚开始打了光头和和尚引起的 袁智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兄弟就解散了所有的小组 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操场决斗 当然大哥就是要有大哥的气场 一人面对成千上百的光头是一点都不慌 而且还嘲讽 对付你们这些光头突驴 我一个人足够了 不管结局如何做大哥的逼格总要到位的 接着和一少年冲向一群百姨光头 几分钟后长矛大部队也赶到了 刀八哥大熊大头哥小白脸单独成派 大熊还不忘嘲讽 你们这些秃驴就这样对待我们大哥呀 小胡子这是不高兴了 对袁智说 有本事到天台跟我一对一单挑 随后罗吉思可的光头和长毛铜鞋冲打在了一起 黑白混在一起很有视觉冲击力 最后袁智在刀八哥大熊等人的护送下 打到了天台 两人干完九品矿泉水后就开始肉博了 这样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脚我一脚的打着 一会儿袁智倒了 一会儿小胡子倒下了 没办法 这就是真正的肉博战 但两人的目标都非常坚定 只为扛把子 直到打得起不来位置 最后两人体力也出现了透支 两人也都很难站稳了 最终袁智凭借少林无影连环拳 战胜了小胡子的空手道 打得小胡子躺在地上起不来 就说嘛 还是我们中华武术不大精深 倒国的东西是不行的 最终结果也是袁智 成为了两所高校的带头大哥 我想说的是 中复的行为往往伴随的是一种纯粹性 肉体上的暴力在这种情境下更具美感 单纯的行为 单纯的想法 在女人寻找纯美的爱情的时候 男人在那个热血的年代 寻找的就是纯美的暴力 两者都是纯洁 而没有任何污秽参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可以关注评论转发 每天都有新黄样 这种纯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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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的